1991年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 苏联对此无动于衷 不发一兵一卒 自冷战爆发以来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纷纷在中东地区扶持自己的势力 而苏联选中的人就是萨达姆 随着伊拉克对科威特发起全面侵略 引起全球瞩目 联合国代表多番游说 仍无法阻止伊拉克的脚步科威特沦陷 于是美国出动了麾下五个王牌军队 以联合国的名义 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仅用42天的时间 就将伊拉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只得宣布投降 与萨达姆保持着友好建交的苏联 居然冷眼旁观 伊拉克被团灭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隐情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海湾能燃起战火 要从中东几个石油大国之间的恩怨情仇说起 众所周知 中东地区有着世界油库的美名 凭借着自身的能源优势 中东国家的富裕程度超乎想象 但中东国家之间 因为宗教分歧 种族冲突和地缘政治等原因 一直摩擦不断 其中以伊朗 沙特 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纷争 最为关键 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就是伊拉克 1979年 伊朗一夜变天 霍梅尼政权 推翻了在伊朗延续2500年的君主体制 建立起政治体制与宗教法律严肆密封的政府机构 自此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处针对制裁伊朗 使其的处境十分艰难 而与伊朗交界的伊拉克 在美国的怂恿下 不停与伊朗发生边境摩擦 萨达姆更是直接宣称要夺取阿拉伯河的主权 阿拉伯河位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东南部 其下游正好是伊朗和伊拉克的边界 也是两国必经的出口运输航道 若哪一方掌握了河道的控制权 就等同于拿捏住了另一方的石油生命线 萨达姆在美国的反复挑拨之下 生出了将阿拉伯河据为己有的想法 为此 伊朗方面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两个石油大国一言不合就开打 两一战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场注定没有赢家的血腥战争 一打就是八年 最后联合国不得不出面调停 两国虽然都签下了停战协议 但是要抚平战争带来的伤害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场战役中 伊朗和伊拉克都伤亡惨重 但各自的领土却没有任何的变化 笑到最后的只有军火贩子们 两国都因此背负了巨额外战 有学者估计 两一战争使两国的经济倒退 至少二十至三十年 伊拉克更是欠下数目惊人的债务 其中一大部分来自邻国科威特 但萨达姆并不想承认这笔账 他早就看科威特不顺眼了 这个面积还不到1.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却坐拥全球近十分之一的石油资源 再过去 这两块地方是一个国家 但在上个世纪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伊拉克多次以收复领土为由 入侵科威特均以失败告终 1961年 科威特摆脱英国的束缚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资源丰富 但力量薄弱的他 一直抱着美国的大腿 在中东几个大国之间周旋 论起军事力量 伊拉克可以甩科威特几条街 这么一块肥肉就在眼前 萨达姆开始蠢蠢欲动 萨达姆是这么盘算的 只要收回了科威特 那大家就不分彼此 过去的债也大可一笔勾销 顺便把科威特的石油资源利用起来 帮助伊拉克清偿巨额债务 岂不是一石二鸟 只是萨达姆这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都听到了 作为世界霸权主义的头头 他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呢 同样对中东石油资源虎视眈眈的苏联 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呢 1991年 海湾地区燃起战火 伊拉克被美国全方位碾压 苏联却束手旁观 这两个超级大国在这场世纪大战中 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苏联沉默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 让我们来一起揭晓海湾战争背后的秘密 二战之后 美苏两个超级强国遥遥相望 进入了一段紧张又危险的敌对状态 实际上 两国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东这些拥有大量石油资源 且刚刚从独立中醒来的第三世界国家 就成为了美苏眼中的香波波 首先 中东地区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 东临地中海沿岸 西极波斯湾沿岸 更是沟通了两洋三州五海之地 其次 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 伊拉克身处中东地区的中心 与多个石油大国比邻 更是古往近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 美苏两国都十分重视 与伊拉克的建交 争先恐后 向它抛出橄榄枝 那伊拉克到底是哪边阵营的呢 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伊拉克也不傻 他反复在美苏两国之间横跳 主打的就是一个墙头草 两边都不得罪 我们只能说在1958年之后 伊拉克总体还是偏向苏联的 1958年 伊拉克发生了一场政变 哈希姆政权被推翻 君主地制宣告结束 而这场政变的获益者 正是背靠苏联这棵大树的萨达姆集团 自此伊拉克与苏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直至1972年 两国关系更是到达了巅峰 双方不仅签订了友好协议 还达成了300多项军事合作项 除此以外 苏联还向伊拉克提供基建 技术经济等等多方面的援助与支持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伊拉克之所以能成为军事强国 苏联功不可没 我们不难看出 伊拉克和苏联的关系 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 但就如欧阳修所述 以利相交 利尽时则散 1979年 伊朗推翻了亲美政权 惨遭所有西方国家孤立 苏联意识到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正所谓小弟不嫌多 多一个伊朗刚刚好 于是苏联与伊朗展开了军事合作 伊朗对苏联送来的武器也是来者不惧 萨达姆文逊 马上就不愿意了 本来两一之间 就彼此看对方不顺眼 再加上各种纠纷不断 战火已经到了一处急发地步 美国剑撞马上剑锋插针 开始不断地游说萨达姆 鼓动他与伊朗一决高下 这就是两一战争的缘由 说白了就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但遭殃的却是无辜的平头百姓 战争结束之后 债台高筑的萨达姆 看着邻居科威特 依旧夜夜声歌 心生一计 萨达姆顺口变了个领土纠纷的理由 发动了海陆空三军入侵科威特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科威特沦陷 萨达姆的侵略行径引爆了全球舆论 美苏也没有想到 伊拉克居然如此的胆大妄为 要知道科威特一直都以美国马首是瞻 而且比起伊拉克 科威特显然更听话 美国联盟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请 动用其所有的力量给伊拉克施压 如果伊拉克不在联合国给出的期限里 撤出科威特 那么联合国将以战止战的形式 亲自出手给伊拉克一个教训 但此时的萨达姆却上头了 他既没有看清自己的实力 也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 硬是对联合国多番游说置之不理 就连苏联亲自下场说和也不为所动 后面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都知道了 海湾战争耗时不足两个月 伊拉克就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伊拉克不仅被迫撤离科威特的领土 就连本土的很多军事基地也被毁于一旦 可谓是得不偿失 对比美国的伸张正义 苏联在整个海湾战役中几乎低调的不存在似的 伊拉克毕竟也算苏联曾经的盟友 虽然后来两国关系降温了 但也一直没有撕破脸 那为什么在海湾战役中 苏联没有站出来为伊拉克撑腰呢 1991年 美国在海湾战争中重创伊拉克 苏联只能沉默以对 一直与美国针锋相对的苏联 为什么在海湾战争中如此沉得住气 其实早在联合国出手干预伊拉克和科威特之争时 苏联就曾派人当说客 试图说服萨达姆指战 只是当时的萨达姆油言不尽 苏联的前期游说失败 但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 苏联也可以使用一票否决权来喊停海湾战役 那为什么苏联没有使用一票否决权呢 要知道科威特是一个被联合国承认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而伊拉克为了赖账就对人家发动侵略 在国际道义上本就是十分无耻的事情 而且伊拉克在战争中还对平民使用了违禁武器 此举更是让许多中立国站到了伊拉克的对立面 纷纷对其表示谴责 苏联自然是不敢在这样的国际舆论氛围下 公然使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支持伊拉克的 再加上当时的苏联正处风雨飘渺之际 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呼风唤雨的大哥大了 这和苏联的时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有着莫大的关系 作为伯列日涅夫的继承人 戈尔巴乔夫背负着拯救苏联命运 带苏联走向最巅峰的使命 但随着戈尔巴乔多次改革失败 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苏联的经济实力每况愈下 工业竞争力也坠入冰点 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苏联的百姓几乎食不果腹 但苏联官员的饭桌上却摆满了大鱼大肉 这样的苏联自身尚且难保 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出兵支持伊拉克了 我们反观美国当时的实力 与苏联几乎是天壤之别 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GDP支线上涨 期间电子计算器的普及 更是让美国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再加上之前在两一战争等战役中积累的财富 美国的综合实力可谓是无人能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战役中 美国的军事实力令全世界旺旗相悖 这种实力不仅是武器或技术上的碾压 还有先进的作战思维 那美国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萨达姆的军队呢 第一步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破坏伊拉克的通讯 美国利用了侦察卫星锁定伊拉克的通讯设备 并投入了多架飞机 摧毁其雷达通讯系统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 伊拉克就进入彻底的黑夜 且毫无反击之力 接下来 美国一鼓作气 又出动多架隐形战机 疯狂对伊拉克的地面部队发起扫射 伊拉克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空军力量 以及半数以上的地面力量 在最后阶段 伊拉克已处于强弩之末 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对伊拉克发起总攻 没几天 伊拉克就在美军的强烈火力之下 被打得四处逃窜 萨达姆见大势已去 终于低下自己骄傲的头颅 签下了停战协议 惨烈的海湾战争就此结束 科威特在美国的帮助下收复了失地 但这场战争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经历过二战的国家都知道 过去主流的战术 基本上是以人数制胜和大兵团作战为主 而美国这一高科技和新战略路结合的海湾战役 让全世界陷入了沉思 也让东方巨龙开始重新审视自身 在现代战争中 胜利的关键因素不再是数量 而是质量 未来是属于高科技的 电子通讯技术 先进的武器等等 都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 我国也是在海湾战争后 开启了军事改革 加大了对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积极造航母 舰战机 发射卫星导弹等高科技工程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举措 我国才能在如今世界军力排名中 位列第三 所以有这么一种说法 中国是海湾战争后的最大赢家 其实也无不道理 你 谢谢观看